各位好,我是Mecho,首先声明,我是直男 能入我眼的男角色很少很少 但不得不承认海哥的身材确实很顶 个人感觉应该是原神开服以来最有雄心魅力的一个角色了 好的,那么废话不多说了 本期就由我证明直男来简单聊一下海哥怎么样吧 首先过一遍基本信息 海哥90G基础面板,使命,攻击,防御都处于全游中上水平 突破属性加的是元素好元素伤害 双爆毕业,基本要靠武器了 海哥的普通攻击总共五段 对比相比开服武器单手剑是要高一些的 但其实这也无所谓,一方面激发反应不靠基础倍率 另一方面海哥的主要伤害来源也不是普攻 那么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海哥的核心技能一技能 氛围点暗和长暗 点暗之间突进,长暗可以瞄准 都会为自己产生一枚烛光镜 如果此前没有,则额外再产生一枚 持有烛光镜时,海哥具有以下效果 能使普攻,重击,下落攻击,草岩素附魔 上手攻击命中敌人时,烛光镜将进行额外的高猛攻击 光猛攻击的伤害是基于海哥的攻击力和元素精通的 持有几枚烛光镜,则光猛攻击倍率直接乘一几 最多持有三枚 伤害方面肯定是高于普通攻击的直伤的 所以海哥的天赋加点方面推荐大家意见的优先 此外,烛光镜还有以下特径 每4秒间隔会消失一枚 以及被捅天赋1的效果 海哥的重击和下落攻击命中时会再产生一枚 12秒一次 海哥的大招式伤害性技能 释放时会消耗身上的所有烛光镜 根据消耗的数量来增加大招断除 并且在大招释放完之后 产生对应数量的烛光镜 若之前消耗了0,1,2,3个 则会产生对应的3,2,1,0个 这就使得海哥在兼顾平感伤害和大招伤害之间 会衍生出多种手法 像消耗三枚烛光镜的速切流 和消耗两枚烛光镜的战场流 可以根据实战质型选择 所以海哥的技能还是挺有讲究的 像之前有人吐槽海哥技能和克星很像 但说实话其实也只是整个技能框架相同而已 具体到机制和外关系节子大相径停 这就好比刚开服时安博和干颜的关系 普攻都是蓄力剑 一技能都是朝粉 大招都是从天王将 框架都很类似 但实际到手天杀地别 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是看起来像而已 包括原神本身也是 但互联网终究只是个发泄情绪的地方罢了 回归正题 贵有天赋 海哥的每点元素精通都会使光母伤害的大招伤害提升6.1% 上线1000点精通提升100% 给的蛮多的 这也使得海哥可以带精通杯 带5加成普攻 精通大多也由队友提供 相同此效下草伤倍更优 贵有天赋3合成5000突破素材 时有10%的概率获得两倍阐数 跟神里和阿贝多一样的天赋 我现在意识到出这些相同的送完天赋 可以让新玩家不一定费得抽老角色 感觉也是挺不错的 海哥的命中作 1命能减1的CD 带在常规20秒循环轴里 1命应该足够用了 或许和一些短轴复式搭配有其效 2命之5命都是平滑提升 有时还是吃不满 不建议客气去收 6命释放完大招后 将固定产生三倍之光镜 并且能获得10%的暴击率 和70%的暴击伤害 对总伤害的提升用40%左右 看着比较明好 但是需要大招启动 并且大招耗能70 保证没留动有大 最好保定双嗓或者雷神 就是怕大家的2命雷神伤害 会需要变夺主 个人感觉海哥的命中作 还是比较亲民的 推荐0命版那即可 海哥的武器搭配方面 我想大家应该都比较关心 绿剑的表现如何 在带草神打击化的情况下 绿剑的表现确实不错 差距在10%以内 海哥的专武武器技能 不能加成大招比较可惜 物切则因为高白质 低暴装比较吃亏 拨乱和黑剑 虽然普攻占比不大 但是靠暴击率 勉强扳回一城 此外附属性精通的弹术剑 也都能用 三星雷明神剑吃满 依旧是神器 但需要保定盾 海哥的适应物 和提纳里草神一样 队友没草套 则自己草套 队友草套 则事情最佳 虽要好的精通2加2 也可以作为毕业 珠水性精草暴更优 精金暴也行 附属性双暴 精通冲能攻击等等 这种搭配方面 大致分为纯击化 激战和逆战放三种 纯击化方面 海哥加雷加 草神加重力等 提拔的翻版 这边讲一下 黄女和八重的选择问题 黄女的被动 胜财之雷 因为海哥战场打的是 慢击化反应 本质上是草打在机缘素上 不属于雷相关反应 所以是没法像克黄一样 频繁出发黄女的胜财之雷的 又因为黄女的被动 限制了场上角色出发 所以海哥出发黄女的六命协同 也是没有胜财之雷的 总体而言 是远不如克黄对黄女的 被动的高效利用的 而且黄女带雷入队时 奥兹的熊悍可能跟不上 所以这里可能是八重更优 激战配队 也就是加入种门 千滩草加后台水产种 后台雷引爆 海哥加行秋加九千人加黄女等 草绳国家队的翻版 DPS相比可能没有多少优势 但好处就是在于 可以把小草绳给省出来 最后就是逆战况 海哥加牛肉加后台水加草奶 相比星海战场更加适合对单 其他更多重容 等待后续实战开发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 海哥怎么养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言三连支持一下 海哥的更多实战视频 可以等待我的后续更新 欢迎点赞关注公民录 那么我是梅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